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我希望会议呢开得很好 我们是盘点一下我们会议的成果 请各位上台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哪些顺序要改进尤其是下一次会议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Open Mic会议的话呢 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言的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用书面的方式来递交你们的意见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卓商会议的时候 我们会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那些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言的 好的 我想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在左边有一次Era 他是2023共同主席 他是来自东道国的共同主席 MIC原类的助理部长 Vinter Sheff 他是领导小组的主席 我自己前面他个三个 IGF秘书处 在我的右边呢 IGF2024MAC主席 好好听他讲啊 因为他是负责明年的这个会议 而且是就实质性的内容 负责 然后Paul Mitchell 他是2023会议的主席 然后Carol Roach 首先呢 我想 请大家发言 我们主要是这个蜻蜓模式 我们是蜻蜓模式 G比G 记下来你们的意见啊 那么我总是想发言 我想说两三点 首先 一个想 感谢您的 这个东道主 感谢这个东道主 所做的工作 当然大家很辛苦啊 这个非常辛苦 但是呢 也非常 效果非常好 非常有这个 足有成效 期待着 明年利亚德的会议 感谢 Paul 对Meg 在过去的一年的领导 也欢迎 下一届的Meg的主席 我也期待着 您对这次会议的意见 我准备了笔记本 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样我们下次会议 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 说呢 将 对Meg 和Meg 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 那么 请大家指出 我们不足之处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 做得更好 和改进 你们希望我们 朝哪个方向前进 这就是变革 这就是我们的转型 而且我们要保持 我们的重要性 在你们意见的基础上 我们愿意 做出相应的 这个适应和改正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 我也期待着 大家 就今年的 反馈意见 这个参会的人 规模非常大 听大家 非常期待着 听到大家的反馈 所以呢 感谢大家 这个今年 IGF年会的 积极参与 很抱歉 我今天的嗓子不好 就不能大声地说话 谢谢 那么前头有两个麦克风 我们一个一个 这个发言 如果你们想发言的话 我们倾听大家的意见 不见得马上可以回答 但是呢 我们听大家的意见 把它记下来 每个人不要超过 两分钟的发言时间 那么 我觉得 特别好 大家做得非常好 有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去年 27 27 27人去年没有上网 今年26亿 也就是说 需要很多年时间 所有人上网 我们需要较快努力 所以呢 我们光说 是不行的 需要落实 我们 我想呼吁 这是一个两国机构 26亿没有上网 但是 AI渗透力也是非常的 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还有26亿的人没有上网 所以说明有某些 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我不会批评大家 我觉得 就是在讲大力发展 AI的时候 还是66亿的人 我觉得如果 让这些人上网的话 我们的GDP还可以增加很多 你的名字 你自报家门啊 Mark 做基金会的副主席 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 叫IJF 这个 知识 这个数字 未来的知识 那么 我们 在内罗币 也曾经说过 应该做一些 这个数据采矿的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使用AI技术 来这个 汇总这么多年积累的知识 那么 我们开了这么多的汇 那么不同背景的 不同领域的知识 都有很好的积累 所以我觉得 必须要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 汇总这些知识 这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而且呢 我相信呢 就是有很多的机构 和个人 这个会加入这样的项目 具体的详情呢 可以到Diplo我们的网站上 可以上去看一下 谢谢 有一个问题 这个网上 大家可以上吗 大家都可以上去吗 是的 我叫JJ 很抱歉 戴着墨镜啊 但是想避免这个面部识别 我是做互联网 在被灾难恢复 我们却希望移除所有的障碍 去把取得进展 我是第一次参加会议 这会取得共识 更多人上网 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 但是呢 我们要关注那些边缘化的人群 不能上网 那么 我确保 我代表的群体的声音能够被听到 我希望呢 大家加强 这方面的合作 所以呢 我特别这个希望有这样机会 代表他们发言和发声 我想说呢 这个巴勒斯坦人民呢 没有机会发声 我希望IJF呢 能够 这个确保 他们能够有代表 能够发声 我想念一下一个短诗 是一位著名的 我的 我的身体煎熬 现在呢 来自贝宁的一位线上的发言人 我们直接下一位吧 一会儿再看看他能不能上线 感谢这个非常好的会议 这是我第五次参加会议 我是夺命一家共和国 这个一个 这个中心的代表 这样的包容性 包容性 希望更多的拉丁美洲 能够增加 包括加勒比地区更好的 更多的参加 尤其是有 残障人士 的参与 因为我们的讲 针对所有人的互联网 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好像不能把那些没有决策权的人 排斥在互联网 我们叫很多的年轻人上网 我今天呢 也带了很多的学生 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谢谢 在左边 是KCGI 东京的硕士生 首先我感谢 大家 我是第一次参加RHF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 这么多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就这些重要的话题 发表他们的意见 尤其这个 AI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 我想呢 我们希望 我觉得即使对政治家来说 因为 有很多欧洲来自议会的人 还有美国的 其他国家的 搞政治的人也在参加 所以呢 他们参加 这样的活动也是有利的 所以呢 我希望以后搞更多这样的活动 来分享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知识 感谢 感谢 我是 I3C 这个互联网安全联盟的代表 感谢所有 这个组织这个会议的 这个人 非常成功 那么 所以呢 我 好像这个最多的一场会 25人 最少是三个 但是呢 这个也需要关注 那么讲到AI 大家 大家 所以呢 有的场次的人他少了 所以呢 有时候可以 把他们放在一起 因为有时候 经常讲这个找解决方案 但是有时候解决方案是很简单的 讲到我们这个联盟 我们 我们 推出了报告 但是 IJF并没有认可 我们的报告 在网站上也找不到 在DC上 有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报告 也没有展示明显的后果 效果 所以呢 怎么样来改进这种 现象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让我们的工作有成果 GDC 数字 契约 讲了很久了 我希望呢 这个利用这样的机会 如果 我们要承担 更大的责任 到2025年实现目标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 我们需要专注 需要准备好资源 而且24年的时候 应该有成果 那么 因为这个问题 非常的复杂 我们联盟呢 已经愿意 我们愿意 这方面分享信息 必须承担责任 谢谢 Debra Allen 线上 首先 这个会议 非常的重要 那么公民社会 我是在 海牙 我是来自纽约 那么 还有有关这个 线上信息 可靠性 虽然我在线上 但我感觉跟你们在一起 所以呢 我觉得会议开得非常好 Saf先生也在 能看见他 当然了 我觉得 希望下一次 有机会跟他面对美交流 那么能看到你的眼睛 然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数字环境中 来跟你聊一聊 有关重要的一些衡量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这点我非常的欣赏 有很多年轻的人 而且有很多的多样性 这次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多样性的会议 有很多的种类 我生活在荷兰 那么我们把所有需要把这些资源汇送在一起 所以呢 非常羡慕 那些发言的年轻人 他们想什么 说什么 我自己在这里能够感受到 生活在线上线下 世界 作为设计人员 我们的规则已经改变了 我最后想点的 就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就体现出这些原则 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也是希望呢 大家尽可能多的和年轻人去合作 因为他们也非常期待着和更多的方面去合作 非常感谢 感谢Debra 我现在 我呢 就是保持年轻的方式呢 是一直 暴低我的年龄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是50岁 好 我来自巴基斯坦 我是一个年轻的律师 感谢日本东道主 组织了今年的 IGF 我想谈一谈 残障人士 有一段会呢 是讲到了对于残障人士的包容性 但是只有四个人参加了这一场会 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残障人士呢 我们不能够扔下他们不管 我们都要更多的去关爱和照顾他们 我希望IGF下一次呢 在探讨残障人士的专题的时候 能够安排最更多的发言人 并且呢让这样的会有更多的人参加 另外呢 对于那些欠发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来参会的话呢 签证很麻烦 我去伊斯兰堡的日本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呢 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我说 你这么大一个国际会议 就是一封电子邮件就能够做邀请函了吗 我的一些巴基斯坦的朋友 就是因为日本大使馆呢 认为IGF的邀请函太过简单了 就拒签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也应该加以改进 甚至呢 日本的签证官都不知道 IGF这个会 当然这次会开得非常好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也是期待着下一届的IGF继续参加 谢谢 好 再回到连接一下贝宁的这位朋友 请讲 谢谢 上号下午好 晚上好 我是Project Community的创始人之一 我也是参加到全球契约会议当中 最年轻的参与者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IGF的明年年会的看法 特别是呢 对于年轻人的参与 我也非常 我想祝贺主办方 成功地举办了这一届的IGF 听到了各个利益 相关方讲到了数字化时代 带来的种种的机会和挑战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把儿童和年轻人 放在了政府的政策制定的中心 因为呢 今天的儿童和年轻人呢 是明天的主力军 我们要帮他们打造一个 安全的网络环境 让他们能够学习和健康的成长 谢谢 非常感谢 首先呢 我们想衷心地感谢 日本政府精心安排和主办了 今年的IGF 会场非常棒 会议厅也非常大 后勤保障也非常地到位 然后呢 对于IGF的整体的举办 我们还是有一些反馈的 首先呢 我们到了以后呢 发现线上的日程 很难看懂 对用户不友好 这缺乏可用性 希望呢 这些链接将来能够更加的有效 更加的好用 另外我们也关注地注意到 通过Wi-Fi连接呢 来连接的时候呢 有几个活动的链接点不开 希望下次改进 那么这也就是 我们就不禁要问了 为什么有一些域 不能够去登陆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对于组会而言呢 我们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参加了组会 大家可以自由地争论 那么这样的参与 而且呢 使用了各种对话当中的 意见和建议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但是有一些场次呢 并没有深入的分析 我们也希望呢 更多地去关注 对于南方国家的数字鸿沟问题 然后讲到代表性呢 我们也看到有几个场次 比方说 像残障人士 性别平等等场次呢 代表性不足 在这些会上 或者是性别多样性的人群 以及种族多样性的人群呢 他们主要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会 没有让他们能够线下参会 主要是办签证非常的麻烦 这就要 我们要大声疾呼了 就是在每一次开年会之前呢 特别是成型之前 我们收到了 我们听到的非洲国家的代表的反应 比方说在乌干达 他们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呢 日本大使馆 拒签了10个签证的申请人 有时候呢 他们会质疑 申请人提供的文件的有效性 有时候会反复要求申请人 来证明自己的资金实力和就业状况 所以对于以后的IGF的东道主东道国呢 东道国政府呢 应该提供一个简易的程序 让参会的人呢 能够便利的参会 并且呢 东道主政府要尽快地告诉自己 驻各个国家的大使馆 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 参会的时候 为其创造便利 特别是和签证有关的要求 不好意思啊 您已经用了两倍的时间 就多了一倍的时间 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和建议 发给IGF的秘书处 我们会第一时间认真的研究 非常感谢 下一位 我是Metra Chadri 我是IGFSA的主席 这届IGF开得非常成功 场次呢 之间进行了无缝的连接 大家都非常守时 那么今天呢 为什么到会呢 因为IGF的任务进步的扩大 有很多的DC 还有政策框架 政策网络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IGF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而且呢 IGF的发展本身也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就像人们来到IGF 做了贡献 又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一样 大家离开这个会议之后呢 对于不了解IGF 我们也要去呼吁 向IGF注入更多的资源 并且支持全球和地区的IGF 同时呢 大家也开始思考 在会场之外的社群 也能够为IGF呢 做出更多的贡献 好 这也是对大家的 对IGF的呼吁 特别是对领导小组的呼吁 他们的工作呢 必须要打破条块分割的趋势 要更加的注重融入 来自于公民社会 我们是50多个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盟 很多组织的代表呢 都到会了 感谢日本政府的款待和安排 也感谢 在用互联网 应对社会不平等和解决环境问题当中 巴西发挥的应用作用 巴西的数字鸿沟非常之大 大部分人的上网的情况并不是很稳定 很多的资金呢 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而且呢 虽然我们已经有法律来保证网民的权利 巴西呢 在巴西的网络上仍然出现了大量的仇恨的言论 而且呢 对于公共卫生 妇女儿童和LGBT人群呢 仍然要有更多的保护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政策 而且特别是从立法的角度方面呢 要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来管控数字平台 所以呢 在巴西我们要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期待着 由CGI 巴西的CGI 明年在巴西来开一次会 这样呢 我们能够设立目标 并且呢 为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去设定具体的目标 做出具体的承诺 Oper-Fair-Fair-G 来自于Digital Medusa这个组织 2018年的时候呢 我当时说了一句 那就是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呢 我们IGF是来讨论互联网治理的 只要AI对于互联网治理有重大的影响的话 我们就要在IGF来谈AI 所以这今年的会让我想起了五年前我的发言 我认为在未来的IGF的会议上呢 要更多的去谈论AI 把互联网治理和AI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另外就是技术社群的参与 对于不同的研讨会的参与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呢 我们并不能够融入技术社群的研讨会 到我们的整个议程当中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对于互联网 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技能呢 非常的丰富 在我们的政策讨论当中 没有把这个人群吸引进来 所以呢 也请大家注意 接下来呢 就是对于网络上的错误信息和不良内容 我们的解决方案有可能会妨碍对于互联网的接入 所以呢 我们在高层论坛的时候 在建议应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够限制人们的上网 要确保互联网的连接和接入 不能够认为良好的连接 就是想当然就有的 下一位 大家好 我代表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 我代表的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 我们在努力地探讨 伦理道德问题 我们组织了 围绕着这个话题的第二工作坊 而且呢 我们对于国际层面 围绕着互联网和伦理道德的讨论是非常的关注的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围绕着这个话题在哪能够得到更多的培训 这样就使得帮助我们更加进一步地来对互联网达成理解 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呢 今天我们无法再也不能够忽视互联网的存在了 它实实在在地就在发挥着作用 无论你上网还是不上网 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我们国家 女性在经济活动方面 发挥着比男性更加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女性来说 她们必须要能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 这样呢 她们能够有效地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对于本次论坛的主办方呢 我们也想表示感谢 因为有很多人以前没有听过IGF 但是呢 这次通过参会 我们对IGF的工作 就有了很多的了解 感谢你们的讲话 你们的介绍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关切 是的 当在今天的会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年的会上 我们请到了很多的专家 也有很多的组织机构参与到其中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是要能够听到一个建议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能够让更多人 获益于互联网的政策 来自于阿塞拜疆 我非常高兴 能够向所有的IGF的参会者问好 IGF是一个独特的机构 从信息社会峰会决定 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汇聚在IGF这个旗帜之下 以来呢 IGF的会议和讨论 让不同背景的人士 可以汇聚在一起 来共同解决 和互联网发展相关的问题 我想衷心地感谢 为GF对2012年的年会 做出贡献的每个人 表示感谢 而且呢 我们 我想简单地说几句 来讲一讲 技术和创新的进展 数字化转型 是阿塞拜疆政府工作当中的 一个重点领域 就现状而言呢 我们的经济 此前以自然资源为主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 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当中呢 技术创新更加重要 对于所有国家都更加重要 强有力的数字经济呢 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增长 国家的竞争力 并且使得社会的复原力增强 阿塞拜疆政府呢 会进一步地实现经济的转型 从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呢 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 那么今天全世界还有26亿人 还没有上网 我们已经讲到很多次了 阿塞拜疆也正在 推出各种各样的计划 到2024年年底呢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百分之百的宽带互联网连接 达到25个MBPS的网速 我们也建立了PPP公司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 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激励机制 让私营企业来投入建立到 国有的基础设施当中 围绕着这些想法呢 已经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其中呢 阿塞拜疆的新的成就之一呢 就是建立了智慧城市 或者智慧农村 智慧城市智慧农村 在我们的国家的不同地区 那么经过若干年的建设之后 经过30年的 在过去30年的混乱当中呢 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们 回到他们的原来住处之后呢 我们开始建设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 我们也希望了将来 我们的这样的经验 由之产生的最佳实践呢 也能够贡献给IGF 以及多一利益相关方的讨论 祝大家未来IGF能够越办越好 谢谢 我是一个学生 我学到了这几 很多在过去几天的会当中 我也非常感谢 我希望未来这个会呢 能够再去 更多的地方去找开 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来监管一下全球备受欢迎的数字货币 下午好 各位嘉宾 现场观众大家好 我叫James Swaller 来自菲律宾 的一家机构 我要祝贺日本政府 还有联合国经社部 以及IGF的团队 成功召开今年的年会 我想要分享三点 再提供一些建议 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机遇 是不是可以敦促政府 能够让地方的政府能够共同合作 打造一个互联网治理的理事会 来应对我们当前面对的挑战 包括互联网数字化和创新方面的挑战 第二我敦促世界各国的政府 通过立法和打造监管的法律法规 让公司部门能够加大农村和联网不足的地方的上网率 第三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办法 敦促政府和私人部门能够支持新创企业 能够给他们提供资金和辅导 提供市场的准入 促进经济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我叫Bashley 来自ISOK 也是IFG 法国的联合承办方 要感谢贝林的发言 嘉宾用法语发言 因为我觉得在这儿我们讲的语言并不多 我们要记住 提供的这些工具应该要利用起来 大家都已经感谢了日本政府刚才 我也想要同样感谢日本政府 以及参与组织召开此次会议的同事们 然后感谢日本能够真正召开了一个多利益 参与官方的这样的会议 不仅仅是政府召开 还有民间社会私人部门都参与了这次承办 我还想要在结束之前再讲两点 太多的会 就让会没有意义了 我们有很多的平行会议 应该要更有合力 开会要更加的高效 而且要更加有互动性和友谊 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讲一讲 我们的共同的智慧 我用西语发言 我叫Losong Games 我来自巴西 我是一个非trans的双向性别的人 我想要批判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会议 对脆弱的人群代表性不足 因为有不同的人 大家有不同的身体 而这些身体呢 是最多的受到了技术的影响 这也是跨国界的 而且我们要让这些人 允许这些人能够加入 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 我在注册会议的时候 他们没有考虑到 非双向性别或是trans的人群 我觉得我的身体没有得到尊重 我们巴西第一次 派了trans 就是非双向性别的人来参会 加入代表团 我们在这儿应该就是要去捍卫人群 促进人群 我们的人有不同的身体 否则我们就没有真正在讨论人群 就是在虚伪 我们必须要去保护这些边缘性的人群 我们要把他们纳入主流当中 我们身体就是多样化的 我们也需要了解互联网的智力 我们应该要参与所有这样的讨论 谢谢 现在我们要停止排队了 现在后面不再接受排队 谢谢 我叫Ancon 我跟Natalie一起来开会 我们是同事 就是欧洲的这边的 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年轻的一个联盟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互联网协会 他们做的工作做得特别棒 里面推出了一个报告 讲的是青年的工作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开展的杰出的工作 我要跟Natalie一起在这儿 给大家代表青年发言 我们一共有四个结论 我想两个 她讲两个 第一个我们想打造一个更加光明的AI的未来 让所有人都能够带来繁荣和安全 我们要引领AI研发方面的合作 同时也要在这些研发当中产生合力 政府的部门也要确保那些高风险的AI 要有人的参与 来避免这种单点失效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要 要有更清晰的AI的立法 还有法案 讲清楚这些AI 它的实用方面有哪些限制或者缺陷 同时要加强 它的监管 AI它应该作为公共产品 大家都能使用 第二我们未来互联网的治理 不应该有后门 我们要呼吁国际社会 能够加强执法的力度 包括你在做各种AI的声明 这些当中 大家都要能参与进来 要进行影响的评估 避免它的碎片化 要确变我们能够系统性的 跟技术界进行互动 而且我们因为是青年 我们也希望 现在和未来的这些 会讨论当中 利益相关方都能进来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停止排队了 我们打造一个 一致的这样的一个 数字化的生态系统 要让父母他们能够管好孩子上网 确保他们的安全 要确保边缘化的声音 能够纳入我们包容性的 生态系统上中来 我们要呼吁家大农村的 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避免分裂化 另外呢 我们还希望能够有 统一的这样的标准 提高互操作性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 包容数字负权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尊重人权 每个人的权利 我们希望年轻人的这些声音 能够被听到 而且得到落地 谢谢 我叫Peter Maizek 我还有我的同事 他跟我一起来发言 我们代表民间社会 就一家民间社会的组织 在这儿能够 发表我们的意见 就是沙特明年要举办这个IGS 的年会 我们敦促你们要驳回这个决定 并且要告诉我们这个决策的过程 沙特在线上线下都在压迫大家的声音 行为人士要么是被迫失踪 要么被杀 因为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一个人 他五十多岁的人 他就发了几个推特就被杀掉了 还有三十四岁的其他的这些人 要么被关起来 要么就禁止旅行了 还有两个沙特的这样的Wikipedia的志愿者 他们也都被不公地关起来了 我们还看到包括之前的消失的记者 被杀死的记者 去参加最危险的地方 我不好意思 我要听 您已经要阻止一下令 我还有时间 我的这个组织呢 不能够让我的员工到这个国家去参会 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是有一个行为准则 是鼓励大家要发言的 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关切 但是呢 表达关切的这种方法也很重要 我讲的是事实 如果说你要去调查这些的话 我也愿意跟你对话 那下面请我的同事讲 发言 我的同事Peter 他已经 讲到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式 和这个进程非常的重要 多利益相关方 这是IGF的基石 那民间社会的参与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能够帮助我们支持 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模式 现在这个 情况如果说 你没有让我们多利益相关方 能够参与的话 就会影响民间社会的参与 也会影响到IGF 给它带来很大的风险 所以IGF 它在数据合作和 互联网的治理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必须要加强它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想要 强烈的建议 收回这个决定 同时告诉我们 你们的决策过程 来自日本 要祝贺 IGF年会的 成功的召开 要感谢主办方 和东道国 以及领导小组 因为我是来自技术圈 过去四五年 其实是挺难的 我们 是想要去提交一个报告 是关于这个互联网的 基础设施的技术的 但其实挺难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新的这些技术的涌现 AI、HF、GDPT 因为你很难去了解 其他的搞技术的人 他们的观点 在这种IGF上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话题 可以探讨 我们可以将技术 搞技术的人 请过来 然后我们这个IGF 在这不仅仅是去讨论 新兴的技术而已 因为这些 基础设施和架构 它都是跟连接的问题 直接相关的 包括跟这个治理是相关的 谢谢 我们的最后一位发言人 你是最后一个吧 我刚才停止排队之前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不好意思 没有例外 因为其他人都坐下了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 可以发给我们 回后 大家好 我叫Toskala 来自德国 这是我第一次线下参加IGF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棒 我要感谢所有的MAG的成员 还有IGF的秘书处 感谢召开此次会议 非常的棒 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 和研究员 我们开了这么多的会 里面是跟这个chat是相关 讲到了这个年轻人的需求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赞 我觉得这个方法 对于我们非常的有益 线下也非常的有益 我也要感谢我的老板 对我的信任 让我作为一个儿童权益的倡导人 和信使能够在全球来发声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希望明年IGF我们还能再会 希望明年的世界更加的和平 没有这么多的冲突和战争 谢谢 下面呢我们看看 我们台上的嘉宾 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 闭幕词的 非常感谢 简短的讲几句 我们也想要 衷心的感谢 刚才大家的美言 以及现场各位观众的发言 对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们也表示感谢 包括我们的部里的工作人员 还有民间社会 私人部门都非常努力地工作着 筹办此次会议 要感谢他们 我也要感谢联合国的团队 还有我们的互联网支付 大家都知道我特别激动 坐在互联网支付 坐在我旁边 我真的非常激动 我的儿子看到他的名片 都非常的激动 所以真的 我们备受鼓舞 在他的领导之下 进行这样的探讨 讨论我们如何 打造一个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在未来几年 我们要继续努力 我们的政府 也完全致力于 保护和提升 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方式 我们会共同努力 讨论提高加强IGF 我们讨论制定全球数字契约 也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家合作 就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做WISIS审议的时候 再次感谢各位 我请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参会嘉宾 要感谢大家 给我们的会议所做出的贡献 谢谢 简单的讲一讲 他为什么在笑呢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 成功的闭幕了 不仅仅是这一周的会 而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的筹备 终于要走到头了 这个 Open Mic的时间到了 但是大家可以书面递交 这样的话 其实呢 因为你们讲的时候 我们还要记忆 所以你书面递交的话 可能更轻松一些 所以希望明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 同时在你们地区和国家的IGF 继续努力继续行动 这个在Mag的领导下 我觉得特别重要 谢谢 好的 Open Mic会议就结束了 Paul Mitchell 我们离任的Mag主席 请大家鼓掌 表示感谢 谢谢